两大龙头矿工之战 比特币矿工独领风骚 C5爆雷进入倒计时 机构开始自救 狭路相逢勇者胜 加密借贷公司Vold被竞争对手Nexo完全收购 以太坊公测手机操作系统 以太坊Web3手机还有多远呢 公链CP相爱相杀 以太坊索拉纳会诗Web3手机赛道 7月7号星期四 B联合赞我是Michael 自从以太坊问世以来 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挖以太坊无人问津 大家还记得以太坊的 算力的增长曲线是非常平缓的 而比特币是非常陡峭的 对吧 我记得我们在2020年 推出的第一期以太坊的矿机 那时候按照当时的币价来核算的话 回本周期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随着以太坊价格的增长 这批机器其实三个月就回收了本金 那么以太坊的挖矿收入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度超越了比特币 在2021年的时候以太坊是一跃而起 几乎说可以打破比特币在币圈的一个主导地位 其实一直以来在币圈也有它的这个鄙视链 稳居高位的就是矿圈 对于币圈的人来讲币价每天的涨幅是非常闹心的 而矿圈无疑是收入最稳定的项目之一 因为每天我们只要看着币本位的收益进来就可以了 现在是生雄 那么最好的过冬的方式就是安安心心挖矿 好好囤矿机 不要再看价格 近代牛市会贵 近一年来比特币矿工的收入在7月份首次超过了以太坊 不过由于受加密熊市的影响 这两种数字资产的利润率都在下降 最新的数据报告显示 6月比特币矿工创造了6.5647亿美元 而以太坊矿工在同一时期的收入为5.4858亿美元 比BTC少1亿多美元 so it's not sort of just a retail driven market anymore so you basically had the whole crypto industry being kind of risk on risk being turned off and so those prices got pulled down and what it did when the tide started to go out is it exposed the extremely risky operations and sort of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a lot of players in the space 目前比特币价格测试了20500美元的阻力区 甚至跌破19800美元水平 以太坊价格飙升至1150美元上方 但未能突破1170美元和1180美元的阻力位 目前正在尝试回调至1120美元 市场预测下一个主要支撑位在1100美元附近 可以说TERRA链的暴雷应该是本轮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它就像一个导火索一样像魔咒一样一旦引燃接连引爆 风险从借贷平台Sousias暂停提款 资金链断裂之后又不断的蔓延 对冲基金三建资本在多个市场被连环清算 资不抵债之后又加剧了传导性 截至目前已经有多家主要的加密货币的带方和对冲基金 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流动性和长富性的问题 随着比特币的价格再度跌破2万美元 加密熊市正在走向深水区 那么下一个可能卷入危机的就很有可能是C5平台 日前加密资产借贷平台Coinline宣布 将用户每日提款限额从50万美元降低至5000美元 该平台将原因归咎于同类竞品平台的流动性问题 引发恐慌导致用户从Coinloan提款激增 而同一天加密资产借贷和交易平台World 则停止了客户的所有提款交易和存款 原因同样是近期的客户挤兑问题 any of these lending platforms that are under significant stress or liquidity pressures at the moment let me know what your thoughts are if you're somebody who has been using coinloan we've done a review previously of that platform on our channel you can always search for it but yeah it's a pity to have to hear that this is CoinLine表示它是唯一一家 不受STETH、LunaUST三件资本和DeFi协议问题争议的影响的公司 并声称当前的流动性水平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尽管如此 一些加密圈的KOL还是建议CoinLine平台的用户 在限额提款的情况下 不要心存侥幸 采取能提进提的方式撤出该平台 其实每一次加密熊市的出现 对于行业来讲是一次洗牌 对于财富其实也是一次再分配 对于面临优胜劣汰考验的加密企业来说 也是一次机遇 可能也是重点 在熊出没的重压之下 曾经那些不可一世的加密借贷平台 要么是裁员 要么是自保 要么是因为资金压力冻结了用户的提款 而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加密借贷平台Vode 在宣布裁员30%降薪50%之后 依旧没有扛下压力 而就在Vode宣布退出舞台之际 白衣骑士出现了 是谁呢 居然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死对头 Nexo 日前加密借贷平台Vode的首席执行官达山巴迪亚表示 由于市场动荡和业务合作伙伴的财务困难等多种因素 Vode陷入了财务困境 因此 Vode决定立即暂停平台上的所有提款交易和存款 据统计 Vode管理着10亿美元的资产和100万客户 目前已暂停了有超过80万名客户提款 日前加密借贷平台Nexo宣布 已与陷入困境的新加坡加密货币贷方Vode 签署了一份指示性条款清单 计划收购Vode至多100%的股份 此外 Nexo公司更是聘请了花旗担任收购顾问 以整合近期遭受打击的加密借贷平台 目的为加强Nexo在东南亚的存在 但此次交易并没有说明会在何时结束 以太坊公测手机操作系统 以太坊Web3手机还有多远呢 公链CP相爱相杀 以太坊索拉纳会师Web3手机赛道 Web3.0是一组为DAPP的应用制造商提供构建模块的一个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在DAPP的应用程序当中 没有一个中心化的节点 可以完整的控制整个DAPP 而现有的两大智能手机系统 比如说谷歌的安卓和苹果的iOS 很显然他们都是中心化的平台 需要在网络中请求某个节点来完成数据的读取处理等等 一系列相关的操作 因此不能够成功的为Web3提供服务 但是随着ERC20 NFT去中心化域名 DID等相关应用程序的普及 市场对于区块链移动化的需求 其实也是非常强烈的 一直以来很多项目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 也就是以太坊的手机操作系统 以太坊OS ETHOS是一个由社区开发的 立足于以太坊的免费开源的移动操作系统 去年12月发布了项目白皮书 日前该项目宣布以太坊移动端操作系统 ETHOS正式推出1.0版本 目前已支持Google Pixel 3和Pixel 5a两款手机测试 并且支持自动OTA更新 ETHOS操作系统包含以太坊清洁点 并且使得开发者无需应对审查 待ETHOS系统足够稳定之后 项目方将开发一款区块链网络专用的以太坊手机 将把区块链产生的应用功能 如代币NFT等与移动地理定位 相机和进场通信能力相匹配 也就是说呢 以后内容的创作者用这部以太坊的手机 拍一幅照片写一段文字内容 录一段视频 就可以立刻做成NFT 而且进行售卖 爱好者们通过ERC220的代币来支付或者是购买 这样的场景无疑是吸引人的 是非常拥有想象力的 会给Web3的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增长动能 而诞生之日起 就被业界扣上以太坊杀手称号的索拉纳 因为使用方便 而且价格比以太坊便宜不少 对吧 近年来在NFT和DeFi生态中 也是越来越受欢迎 这也注定了这对公链的CP 在未来的布局当中肯定少不了竞争 这部以太坊的手机操作系统刚刚推出 Solana Web3的手机Saga了解一下 日前智能消息传递协议Delect宣布 与Solana Mobile团队合作 为SMS构建核心消息传递基础设施 和开发人员工具 并将推出消费者级别的 开源消息传递应用程序Del Delect为Solana链上 超过15个Dapp的消息传递提供支持 据悉Delect应用程序能让用户直接从钱包 进行私信和群聊 其智能消息标准在消息中签署 交易不涉及任何Web2身份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Delect将分阶段开源移动工具 完成Del应用程序的发布 数据显示Solana Labs新推出Web3手机Saga 目前已获得2571台预定 无论是Solana的Web3手机Saga 还是已经推出了测试版的 以太坊OS操作系统 那么其实能不能成功 都存在着市场上的极大的不确定 二者无论谁先谁后 应该都会在这个区块链的移动化方面 为整个行业带来一个创新和突破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有价值 欢迎你点赞转发 或者是评论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节目最后是今天的币圈快报 明天见 尽管市场动荡 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 仍然持有他的加密货币 在最近的一条推文中 赵长鹏透露 他没有出售任何BTC或BNB 自2022年1月1号以来 网络犯罪分子已经成功地 从175个加密货币项目中 洗劫了19.7亿美元 主要受害者是ETH生态系统 该系统在32次黑客攻击中 损失了超过10亿美元 火币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于7月5号宣布 旗下子公司Birdit 成功获得美国金融犯罪执法局 颁发的货币服务业务注册许可 获此牌照后 火币科技旗下Broker之业务 可以在美国全境进行外汇兑换 和货币转移经营活动 根据麦肯锡最先发布 虚拟世界中的价值创造报告显示 2022年 全球对元宇宙垂直领域的兴趣激增 几乎每周都有Web3投资新闻 和新的NFT产品线推出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1200亿美元投资于元宇宙 是2021年570亿美元投资额的两倍多 2045矩阵空间 联合云南省艺术家迈向元宇宙 联合发布系列数字藏品系列 据悉首发的数字藏品共三款 包括玉滇纺织股份公司发票 云南纺织厂 丰田织股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